好那接著來到第四話題嘛 第四話題我們石頭念嘛 我們都要石頭 好我看看喔 對於崩鐵和原神 未來一年的展望 然後希望崩鐵能推出的優化 或是令人耳無一新的東西 嗯原神跟崩鐵 少一個原神 對 不要來指人了嗎 指吧 指吧 好那這次從 打剛剛誰最後一個講的 不是我 好那就母母吧 又是你 現在逆時針轉回來這樣 沒錯 換一下風雪 崩鐵 未來一年的展望喔 崩鐵雲神兩個 其實我一直都會蠻希望可以出一些 連機的趣味玩法 就是我也不要綁原石 或者是一些素材獎勵 就是單純好玩 我放就好 七神召喚怎麼樣 不然就會感覺好像 對七神召喚是一個 但是我希望可以出一些 就是像這次那個好了 鐵道不是有一個很像大富翁的遊戲嗎 嗯 我覺得那個就蠻好玩的 如果他是可以出一個連機的可以玩的話 我會蠻想玩的 確實童年回憶的啊 大富翁 對對對 然後裡面又可以參一些就是 鐵道啊或原神的一些彩蛋 就是 就是會覺得想要去去玩啦 而且跟 跟朋友在連機的時候也不只是說 像原神你只能去出大地 他如果你不缺素材的話 就變成說 就是大家去打怪聊聊天 可是其實有時候會覺得這樣蠻無趣的 我啦我啦 嗯 你說的很有道 就是可能會想要玩一些小遊戲這樣子 那如果是七神召喚的話 可能又有一點太 門檻有點高 對 學習門檻比較高 然後可能又是只能一對一 我沒辦法就是四個人同樂啊 六個人同樂這樣的感覺 你覺得好 我甚至覺得之前那個躲貓貓的遊戲 搞不讓他常駐 對啊對啊你說的對 躲貓貓 就是我也不要有獎勵 因為有些人也不喜歡那個遊戲 但是你就常住在那邊讓大家有空的時候 或者是想到突然想玩的時候 就是找朋友一起玩啊 嗯 這樣也行吧 或者是 我覺得一定是辦得到這個東西的 只是看要不要作為 對 對就是我會比較希望有一些聯機的遊戲玩法 對像你說大福音我就覺得 有畫面想像出來了 大福音我覺得四個人兩個人 對對對 一定很好玩 而且是精神時光屋的那種感覺 好那你要治誰 可以一直玩 嗯 那我要治誰 剛剛這樣子倒回來是換 想治誰就治誰 完了我記憶力不好 沒事沒事想治誰就治誰 好啦那就你了吧 那你 喂 是我 好好好 那講崩鐵的話 這希望能再優化的東西的話 呃我 我可能是希望可以再更藍一點 就是 就是像打那個材料副本 不是最高只能一次打六場嗎 對不對 你打完六場後你還要再按一次 那我 有點希望說 他可不可以直接一次十二場 或二十四場 一口氣把體力全部耗完 還有那個儀器 儀器的話也看可不可以乘以三 或乘以六 就四十題可以一次耗完一百二十題 然後獎勵就直接乘三 對 就是更懶的更懶的一個優化 我自己個人啊 對那原神的話 呃 希望有優 有新出的東西的話 可能就 跟其他很多大世界遊戲都很常見的要素 就是坐騎系統 對坐騎系統 像是可以騎馬 或者是在天空飛什麼的 一個可愛的坐騎系統 我個人是 有一點小希望 對 這是我的一個 對展望 好 那我接著就只石頭 只石頭 回到我了嗎 呃 我想一下喔 就 那個 原神優化其實之前也講過 崩鐵這邊 我其實還蠻希望他加那個大招取消 就 有時候會不小心手才按到 但 因為 因為我想過這個問題 然後我去 就無聊去翻了一下 就是有人會說那個 因為崩鐵他開大招就會自動 將那些buff全部都先逃上去 如果是 像魔女宇宙那種就會 一堆buff就會直接先逃上去 如果你取消的話就會有點麻煩 還有就是像那個 就黃泉 因為我覺得黃泉他是你按終結機之後 他頭像出來之後 就沒有給你準備按那個空白鍵就會自動進那個領域了 那又又又是另外一種可能是那個他不能取消的原因 但是作為用戶我是希望他加啦 一個毀奇的系統 一個毀奇的系統 對不太現實 想要後悔 對 那加什麼東西喔 其實我想不太到 因為沒什麼創意 就他之前那個原生有加那個提升召喚 我覺得嘗試是好的 但是他跟一般卡牌好像玩起來 我自己有玩另外那個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LOR 就是RO的那個卡牌 我覺得玩起來的意思稍微差一些 那之後如果他們還是要往這些方向發展 還是崩鐵來一個那個窮玉牌可以打麻將 可以主牌打麻將 但是就是這東西的 騰本要求也很高 就是你要去直接去用一個新玩法 就是不如就是照你們剛剛說就是把之前的那些 躲貓貓啊 像之前的那個什麼 就多一點點聯機 就新春活動的那些東西可以搬回來給我們玩之類的 甚至什麼聯機可以玩撲克牌啊打麻將啊之類的 鬥地鼠之類的 也不是不行 未常撲克 後樓 對阿等一下 你想指誰 不對阿只剩一個阿 就是那個 木盒 我剛剛聽到那個石頭說打麻將我覺得超超超超超有創意 你怎麼會沒創意呢 打麻將很好阿 打麻將如果 我在想可能性還挺高的耶 因為畢竟都有這個東西的嘛 就 聽去的那個劇情那邊都有都有講他就是打麻將什麼 而且那個 那個叫什麼 先週那邊不就確實是有打麻將的那種桌子嗎 搞不好就在那邊直接坐起來就好了 就實在是很有可能的 那我覺得原神他為什麼那個七神召喚就是 不太做的上來可能就是因為門檻太高了 就是要花時間去學習 確實他應該做的可能 入門簡單 然後要玩的更 就是有點像 有點有點像 有點像 青雄鐵道的魔女宇宙那樣類似 就是 當然不完全比例的話 拿來做舉例的話不太好 就是你剛進入的時候是挺簡單的 然後就會很容易踏進去了嘛 然後到了裡面的時候你想要 更加深入的時候 那另外一種玩法類似於DLC的那種的話 會更加難度會更加更加多 我覺得可能 這樣子才會比較吸引到大家去玩 這樣就是我剩下來玩的人都是會比較 比較專業的 然後可能獎勵不用給太多 給一點點就好 那你看現在 除了真正會玩卡牌的人 在玩七神召喚其他的 基本上就算 就算 可能對卡牌有研究的都不太想玩 就可能真的是太少人 人群太少了就變成 很失敗 就給我感覺 他可能可以做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其實原神我也想不到還可以做什麼 就剛剛那個木木講的火貓貓 就常駐之類的 就多一點連擊的 我覺得可能比較有用 就單機的現在原神如果還在做的話可能 比較難 就多一點往連擊的方向去 我覺得可能才有辦法 就跟那個星雄捷刀做一個對比 那大家可能才會在把兩個遊戲都已經做完任務 體力消耗完的情況下 不是選擇開崩鐵 而是選擇開原神 有感覺 自走棋 我覺得對於剛剛那個 石頭雄講的是自走棋吧 不是卡牌吧 是自走棋嗎 我覺得原神可以做自走棋 他可以做 或塔防之類的 有一點他自走棋是比較像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比較偏那一種 有點像Low的戰棋 戰棋 對對對 有點像戰棋 我覺得戰棋可以 就放比如說 擺那種棋子嘛 比如說迪路克擺左邊 然後什麼什麼這樣子的 我覺得這樣子很好玩 就可能比七勝召喚好玩一點吧 七勝召喚真的就是 現在到後面就是 你看連官方的前瞻都 我們七勝召喚有更新 然後就結束了 就連自己多介紹也不多介紹了 就他也知道 受眾人 就是比較喜歡的人群就比較少 也沒有花太多時間在上面 對 光鐵的話我覺得應該沒有 我也沒有什麼創意 沒有什麼想法 反正是石頭剛剛講的 麻將 我很期待 有的話我應該會玩 就他也不需要設計到真的需要會玩麻將的人才去玩 就他自己一個一個制度就好了 嗯 好那 確實而且他也可以出周邊來賣 對啊對啊 對 那七勝召喚箱就有一些周邊了 有一些人在做 嗯 好那接著是 比如說像賽諾那樣嗎 為了蒐集一張漂亮的卡貝 花了很多錢 其實如果我不玩七勝召喚 但是那個周邊如果做的很精緻 我還是會有點想買 對啊 以及上次阿神也有講過 就是如果要吸你七勝召喚的話 就一定要在活動裡面可能 新增一個七勝召喚的特別卡牌 限定卡牌之類的 才有可能會進一步想讓玩家去玩玩看七勝召喚 七勝召喚的比賽好像一直都有在辦 對啊一直都有 有有有有 算是比較冷門的 比較冷門的算 那時候我覺得七勝召喚 比較少人玩還有一個蠻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是一個一打一的單挑局 好像還好 可能玩起來會比較有壓力 我覺得對於比較不喜歡玩PVP的玩家來說 這點應該還好吧 因為那個打遊戲玩的就是1比1 甚至有一個遊戲他想要出 4個人團體的 結果那個遊戲就到了 但是原神的受眾跟遊戲王就 不一定是完全重疊的 對 還有啟動的方面吧 比如說這個玩家他可能 今天只是想玩七勝召喚 結果都還要開一下原神 然後跳那個原神啟動 然後再跑去蒙德 感覺有點 情之步驟有點多 所以如果真的想 因為我自己看到蠻多 就是除了七勝召喚要讀很多規則以外 就是他們會覺得說七勝召喚現在在玩的都是老手 他們玩的話就是很容易被虐啊 然後沒有遊戲體驗這種感覺 這個好像還好 好像還好 然後畢竟卡牌可以抄 嗯 卡組可以去模仿去學習 好像還好 感覺這個點是還好 本來還是有一定的小小的門檻 對 可能反而不會想要去試 好那接著是